好,那我們接下來歡迎那個Bowen,他是那個...那個...DevCore 好,我們熱烈獎勞歡迎,兩千多人不掌聲很大人 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是Bowen,那我目前是DevCore的共同創辦人 那前面我們聽到很多關於Client side的攻擊 像是IE的漏洞,PowerPoint的漏洞,Word的漏洞 那如果公司擅長,聲鬥測試,正好是在講Server side這一塊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帶大家回顧一下 我們在去年的盛中正式執行當中,發現了許多的問題 那首先,我們會不會大家介紹一下我們去年發現最多的古大的弱點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這些都是老梗 那只是我們發現這範的企業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還是特別提出來跟大家聊一下 那接下來會聊一下說,這些企業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治安事件的成因 然後最後有一些結論 那首先我們去年發現最多的漏洞就是跨漏洞攻擊 那這一個漏洞 在我們去年的發現漏洞當中 總共佔了25.9% 所以平均大概每四個漏洞就有一個是XSS攻擊 那發生器的百分比也非常高 總共有71% 那這個漏洞其實它會發生的原因就是開發者它沒有過於任何的輸入值 那就直接把它插入到HTML裡面 那導致攻擊者它也可以任意的去植入一些HTML元素 例如iFrame,Scriber等等 那所以它可以用來竊取一些一般用戶帳號、管理者帳號 或是幫你導向到一些惡意網站 甚至是篡改你的網站的外觀樣式等等 所以它很常被用來竊取使用者帳號 甚至在去年我們接到好幾起的案例是 有電子商務的網站 因為它在攻擊 然後導致它用戶各自被竊取 那竊取之後 詐騙集團再利用各自去進一步的行片 那造成一些客戶打電話來抱怨 甚至是可能要提醒訴訟之類 所以其實影響還蠻廣泛的 那它竊取帳號的整個流程是 受害者他會先登入一個他產業的網站 那取得cookie之後 可能因為點擊了一些惡意連結 或一些惡意信件 導致觸發了一個差距攻擊 那他的cookie就被傳到一個惡意的server身邊 那攻擊者去惡意的server取回cookie之後 結果下來就可以控制他的帳號 那這個問題 其實它會發生的主要原因就是 在一些很常見的功能上面 開發者忘記過濾 例如說搜尋 開發者可能會想要把使用者 他搜尋的字串 寫在網頁上 讓他知道他自己在搜尋什麼 但他忘記把它過濾掉 或者一些回傳給你的錯誤訊息 或者是說你登入的時候 接下來要先往的網址等等 非常非常多案例都是 開發者把這些東西沒有過濾 就直接植入到HTML裡面 那導致攻擊者可以植入一些攻擊自傳 那去調取他的帳號 那會發生這個問題其實 還蠻令我們訝異的 因為這個問題其實早在2003年 就被AWASP TOP10裡面 就被他公布在第四名 非常前面的名次 那經過了十多年 他還是非常常發生 那主要就是因為很多 那企業使用錯誤的防禦方式 例如說 他在ClineSite使用JavaScript進行防禦 那有點像是說 你平常在輸入一些個人資料 像是比如說你輸入電話 他可能會提醒你 你如果輸入一些特殊資源 他就會告訴你說 請你不要輸入特殊資源 請輸入一些數字啊 或者什麼的 那其實這種防禦方式 只要使用一些資料工具 就可以照過了 那在ClineSite的防禦 其實沒有什麼意義 只能防均值 不能防小的 那另外就是說 有些開發者想說 那既然有這種問題 那我遇到這種特殊的TAG 如果有人輸入這種特殊的TAG 我就把它取代掉就好了 那其實POG的方式也很簡單 像這樣 你在這個script裡面 再插入script 那它取代掉 這一組之後 剩下的組回來 又是script 所以其實根本沒有意義 那很容易就被破解 那甚至像說 我們遇到一個很特殊的案例是 防火牆的規則 它也用類似這種取代的方式 那我們直接把其中一個資源 用URL encode的方式 把它編碼過 防火牆竟然就認不出來了 那防火牆就這樣被我們繞過 所以說其實不是只有開發者 會犯這種錯誤 連防火牆也有可能會因為這種問題 導致說它的防禦機制失效 那像剛才那種變化的攻擊方式其實有很多 像插入script WASP也攻擊了一個 插入script 上面其實有非常多種類的攻擊手法 或者是有人也辦了一些插入挑戰賽 那比誰說攻擊手法更有創意的 那像在這個頁面我們可以看到 WASP的這個列表上面就已經有二十幾項 那其實畫面拉到最底下還有 總共有八十幾項之多 所以其實攻擊手法非常多種 那這個就是剛剛提到的差勢挑戰賽的部分 那這個網站會記錄你說 你用幾個資源去成功的達成一個差勢的攻擊 那如果大家為了搶奪那個名次比較前面 那我可能用比較少資源 所以就是研發出一些比較創新的方式 所以每年可能都因為有各種原因 然後大家發現更新的攻擊手法 或者針對特定磁染器的攻擊手法 所以其實這個防禦方式並不是說 你想到的一招就可以用很久了 那正確的防禦觀念應該都是要在後端進行防禦 那你要把任何的輸入值都不要信賴它 那都把它過濾掉不需要的資源 那再把它存到資料庫 那從資料庫取出來的時候呢 你也要記得先把它轉化過 再把它放到HTML裡面 那例如說把雙銀號轉成N-Code的分號 或者是小銀轉成NLT等等 那整個完整的防禦概念 那各企業可以再參考OASP 它也有一個prevention的區區可以參考 那參考之後可能就會有一個比較完整的防禦機制 那接下來我們來介紹 第二個我們發現最常遇到的弱點 就是資料庫諸供給Seqo Injection 那這部分在我們去年發洩漏洞中佔了4.1% 那發生的西頁也高達50% 也就是有一半的西頁有Seqo Injection的問題 那會發生這個原因也其實跟XXX有點像 就是開發者 最主要的原因是開發者用自算組合的方式 就是建立Seqo語句 那它同時也跟XXX一樣 沒有去過濾使用者輸入的特殊資源 比如說代理號等於什麼的 那導致攻擊者也是可以持出一些惡意的攻擊 Seqo語法 那最後造成的結果就是各支外洩 那可能關鍵者的帳號密碼外洩 讓HIGHTER可以去控制你的整個網站 或者後台等等 所以非常容易引起大量各支外洩 或企業營運資料外洩的狀況 那因為現在已經各支法已經上入了 一筆各支如果500元 那你要是一萬筆各支 油漏出去 你可能一賠就是賠500萬 那對於電子商務網站來說 一萬名會員根本就是小不拉筋 你如果只有一萬名會員 你可能就倒了 動不動就是幾十萬 甚至上百萬 那要賠償的金額 如果發生的可能都是天價 那這種弱點存在很久很久了 那通常其實駭客不單單 或只看說這個弱點 我可以取得什麼資料而已 其實對於駭客而言 他取得資料 他發現一個是你選弱點之後 他還可以做以下的利用 例如說他看到 他撈到一個使用者的帳號密碼 那他要取得一個hash 那他可以留到google 或者一些破解網站 去查詢說 是不是已經有人破解過這組hash 那如果找得到他的名文密碼 那可以拿去登錄一些後台 或者是資料庫管理的介面 譬如說PG密碼的min 那要是真的可以登錄 被Mail找到了 那接下來就可以去看看說 是不是找得到系統路徑 我可以寫入一個webshare 那進一步的去做一個反聯 那甚至是提升權限的動作 讓企業更難以發現這個serve已經被貢獻了 那像這個畫面就是 我們經由Sequiet Investor 去找到一組hash 那我們不知道它是什麼 就把它丟到google 那這邊可以看到說 已經有人去查過這組hash 或解了過這組hash 那查出來是admin123 那因為帳號就是明碼 我們就直接admin123 然後就登進去他們的後台 那這時候我們再去找 如果它其他頁面有噴出一些錯誤 導致說我們知道它的網站的路徑在哪邊 我們就可以寫入一個webshare 到它的serve裡面 那接下來就可以對這個serve 控制非常多的事情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風險 那很多企業可能想說 它頂多就是一些資料外企而已 但其實很有可能會提升 這非常嚴重層級的問題 那接下來要講的是第三個 商業邏輯漏洞 那這個漏洞非常非常有趣 就是它其實佔的百分比不多 它大概只有13.1% 那發生的企業大概也只有三成左右 但其實通常發生的話也是非常非常嚴重 像它會發生的原因主要也是說 開發者沒有去檢查使用者 是不是有權限去做一些事情 比如說查詢資料 修改資料 甚至是刪除資料等等 那導致攻擊者就可以任意的去操作這些資料 像是攻擊金額 交易金額遭到篡改 或者是說你的電子商務網站的 訂單明細 可以直接被它查詢 或者個人資料可以直接被它查詢 甚至是它可以去修改你的個人資料 那也就有可能去修改管理者的帳號 那把email改掉等等 那所以它造成影響跟secret engine有點像 就是大量的個資會外線 那使用者的帳號會被竊取 那這邊我們舉幾個常見案例 就是第一個就是金流 這個東西在商務網站是必備的 那有很多企業其實他們不曉得 這個是有可能會被篡改的 那例如說我在一個網站 然後配點PHD 那這可能是我購買一個商品的一個網址 那我要是對這網址發一個request 我就會購買一個商品 然後跳轉到付款的頁面 但它這個參數 金流的這個參數 其實你如果從流氧器直接跳轉到這頁面 其實是有機會被篡改的 那如果假設原本是9000 那被我篡改的99 那跳轉到這邊來 金流商也沒有檢查 那你要是填完信用卡號 直接送出之後交易完成 那你就用很低的價格去取得了 一個相當高價物品 那這個就是剛剛前面有人提到說 最近有很紅的售票系統 那他們在這個金流的控制上面 其實也沒有做得很好 那導致有一些問題 那這部分我們已經回報到 Bot Report上面 那後續的部分就是用Bot Report就出來了 那在有串金流的企業裡面 我們發現高港42%企業會發生這種問題 也是平均每時間就有時間 他們的金流都是可以這樣隨便被篡改的 那發生的原因呢 通常都是因為開發者 直接造金流商提供的範本去撰寫程式 也就是剛剛大家最常看到 我直接把金流 redred到金流商的網址那邊 直接發送給他說 我要用多少金額來買這個商品 那導致說 他也沒有去驗證最後回傳金額是不是對的 那就造成說整個金額有錯 那當你在沒有人工對帳的狀況下 很容易就造成大量的金錢所失 那就算即使你有人工對帳的這個機制 來做最後一套關卡 你也很容易增加對帳的人力負擔 因為如果像前幾天那種十幾萬張票的狀況 那起碼也有個幾千張甚至上萬張的訂單 你要是一張一張訂單要去確認那個金流 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所以說針對這種金流的問題 其實是金流商提供各種API不同 有幾種解決辦法 當然第一種也是最根本的 就是你去驗證金流上回傳的交易金能 是不是對的 有可能他傳輸過程中遭到傳改 那你不知道 那如果你去驗證這一塊就可以避免這種問題 那另外一種就是你不要用瀏覽器跳轉到交易頁面 你直接用Server圖Server的方式去傳遞參數 不要讓攻擊者有機會去傳改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你一定只能從瀏覽器傳遞過去 那看是不是有機會 能夠在發送的參數裡面加入一組驗證碼 讓金流商去檢查你收到的參數 比對那個驗證碼之後是不是正確的 那如果正確的再進行交易 如果不正確的話 就直接不讓你填信用卡號 那這樣後面的檢查機制也就省不掉了 那另外一個常見的案例就是剛剛提到的 我可能可以用修改一些ID 或者是讓帳號的方式去看個人的資料 那平常這是一個查詢個人資料頁面 那假如我現在原本的ID是DevCore 那這邊顯示我們的個人資料 帳號姓名地址等等 那如果把它改成HICCOM 是不是有機會去存取到HICCOM這個帳號的個人資料 那像這樣帳號的方式可能還不是很好拆 但是有些企業為了方便 他的帳號是用流水號的方式 那你要是從一一直拆到一百一千一萬 甚至一百萬 你就有可能launch到一百萬筆的個資 那在比對個資法的配上金的 這其實就是天價 那另外常見的案例 第三個就是 跟前面有點像 只是說他可以修改你的資料 那是管理者帳號的資料被修改 比如說email被修改 那接下來我現在要忘記密碼的功能 就可以取得管理者的權限 那可能就可以在後台做更多的事情 進行更多的公職行為 所以這個漏洞雖然不是很常發生 但是其實一發生就有可能會非常嚴重 那接下來講的第四個是 跨政報名請求的部分 也就是CSRF 那這個部分呢 在我們去年找到弱點當中 大概9.6% 那發生企業其實也還蠻多 大概有一半左右 那這個部分 它會發生的原因就是 開發者沒有去檢查這些request 是否來自user本身發出來的 那其實有可能它是因為 觸發了某個惡意連結 在調轉回這個網站去執行 那或者是說 對方機直接幫他發出一個request 去跟那個網站 去做一些下單 然後是修改密碼的動作 甚至是進行一些乳從攻擊 所以這個造成的最大影響就是 使用者很容易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去執行特定的動作 那整個流程是這樣 你先登錄到這個有CSRF問題的網站 那開啟了一個惡意的連結或信件之後 裡面可能包含一張圖片 那它的網址是指定說 你到這個server上面去買一個商品 或者是譬如說修改密碼 甚至刪除帳號 那它就直接把這個request 發給這個server 然後去執行這個動作 那要是你沒有任何其他檢查機制 比如說Capture去驗證 是不是人為 或者是說 輸入密碼去驗證 是不是真實身份的話 有可能就這樣執行成功 那常見的案例就是說 我開啟了一個 攻擊者惡意構造的網頁 那上面包含了一個很奇怪的圖片 那其實就是因為網址 它根本不是一張圖片 它是一個導向你去 有問題的server 去執行CSRF攻擊的這個內容 那這邊就是創改密碼 那要是它沒有去比對 原本的密碼是什麼的話 可能就直接改掉你的密碼 就可以控制你的帳號 那也有一些其他功能 可能都是沒有檢查身份 比如說刪除帳號 有些可能 有些網站可能就是 頂攻跳出一個人 問你說 是不是真的要刪除帳號 那如果你按17 它也是發生有這樣的連結過去 那要是這張圖片呢 裡面放的是刪除帳號的連結 那你的帳號就這樣直接被刪掉 要是你配了一些釣魚的方式 比如說 大家趕快來這網頁看 這網頁可以用很簡單的方法 買到誰誰誰誰的演唱會門票 那很多人來觀賞 就很多人知道馬上被刪除 這其實是非常恐怖 所以 一方面這也是企業比較容易疏忽的弱點 因為它比較不像前面幾個弱點 那麼有名 像sql&jxs 所以其實很容易被忽略 那再來第五個最常發生的問題 就是資訊洩漏 那這一個部分其實還蠻有趣的 這個部分我們在去年 也有同事在HECON上面提到 針對這個給了一個演講 那這個弱點在我們去年找到的 弱點當中佔了6.4% 那發生的企業也是接近無策 那它發生的原因其實就是 維運能源或開發者常常設定錯誤 它沒有把一些機免資訊 關掉或者忘記把錯訊關閉等等 因為各種原因導致洩漏一些帳號密碼 或者是網站的路徑 甚至是一些原始碼 或者是因為備份黨沒有遺囑 那導致洩漏整個網站架構 甚至完整的原始碼等等 所以它通常不會有利極的風險 但是結合其他弱點的時候 這也影響可大格小 像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是一個購票的頁面 那大家可能這幾天看到後 之後會覺得很眼熟 那我們在買票的時候發現 這畫面中怎麼藏了兩個很奇特的參數 一個叫Seve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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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聽起來就很像是 你登入資料庫的照片 那要是哪一天 這間公司被打進了後台 因為它可能想說 反正我這個東西是要傳到內網 傳到後台的 那其實使用者不知道 確切的位置在哪裡 他不知道怎麼連 那是哪天被打進去 這個帳號面買 然後一登就登入 我就可以做更多事情 所以這個其實是非常同步的 那這案例更有趣 因為剛好我們前幾天 買了幾支隨身碟 那打開那個包裝的時候 發現裡面有一個出貨單明細 那上面竟然印了一組網址 這很有可能是大家平常列印的時候 都會發生的狀況 就是它把你當下的網址也印在上面 那我發現這好像是那個經銷商後台的網址 那要是說它沒有檢查這個權限 就像剛才提到的 你沒有檢查權限 我網址一Key 你就可以直接連的話 我可能就可以針對這個網站進行一些操作 那或者是說我去猜測看你們一些很弱的帳號密碼 比如說耳的密 那這就會演變一些很有趣的狀況 那如果後面這個參數它沒有檢查權限 那甚至我可以針對後面這些參數來測試一下 看是不是有XS攻擊 甚至是Sequel Induction攻擊等等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就是可大可小 那洩漏的方式白白走 那另外像這個就是剛剛提到的 可能開發者他忘記把一些備份檔案刪除 就上傳到一些線上環境 或者是他根本就沒有線上環境跟開放環境 他沒有把這兩個東西分離 所以他在開發程式的時候 編輯機自動產生的備份檔 就這樣遺留在網站上面 那通常這是一個很容易被try的一個問題 所以你可能在後面加個波浪符號 或者是加個.vak 可能就會看到一些備份檔 那備份檔裡面就會洩漏非常多的資訊 像是整個網站架構啊甚至是原始碼等等 所以這種問題也是非常恐怖 那前面講了這麼多弱點 其實我們可以討論一下就是 大概是因為一些什麼樣的原因 導致企業會發生前面那些問題 甚至最後導致一些資安事件 那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 台灣企業的資安免費度 相對來說還是比較低的 他們可能以為說 沒有被直接看的東西就不會被打 比如說有些人以為 在瀏覽器上面的Hidden Input 是不會被創改的 那這對海客而言當然就是無稽之產 你只要會經由瀏覽器傳輸過去的東西 都可以創改 那甚至是說你IOS App Android App 所使用的API Server 我只要利用Aparcee軟體去測錄 我知道你傳什麼東西 到傳到哪裡 我就可以進行去創改 那也有可能會發生 SQL Injection 或者是其他邏輯漏洞的問題 那或者是說 企業他沒有心力去關注一些最新漏洞 比如說像去年非常非常多大漏洞 比如說像去年非常非常多大漏洞 或者是ClineSite或ServiceSite 像是OpenSSL Hublink Share Shark 或者是Foodoo等等 他們可能也不會意識到說 我使用SSL 這個原本是應該加強我安全的東西 竟然導致我整個企業淪陷在一個高度的危機當中 所以關注一個最新的漏洞的發展 對企業而言其實是非常重要 尤其是越大的企業越是如此 那再來就是說 他們可能會輕忽弱點組合攻擊的威力 像我們有遇到一個很有趣的案例是說 我們發現一個XS在個人資料編輯的頁面那邊 那廠商就跟我們說 其實使用者怎麼可能會在自己的個人頁面 直入一個攻擊語法去調自己的Cooking 那其實如果他的網站剛好有CSR問題 那我就可以誘導他去開一個網址 然後那個網址包含他去送出編輯他個人資料的部分 那順便直入一個XS攻擊語法 那下次他要再去看他個人的話 資料頁面的話 馬上就觸發這個XS攻擊 所以無論是像XS的問題 無論是發生在哪裡 其實都是不可以輕哭的 他可以拿來做很多事情 那再來就是廠商其實常常輕忽後台防禦 那對於駭客而言 有時候看到一個後台 或者是說他已經登進去 然後看到他在後台根本都沒有防禦 感覺就好像是有人在對他說 打我要笨蛋 這種感覺一樣 但像我們在我們做的案例當中 也是遇到非常多這種狀況 在這些廠商後台裡面充滿了各種injection 無論是secret injection、co-injection等等 或者是說他開了非常多的service 然後沒有控管 相對應的權限 像我們打進一台機器 他可以對內網的即時台機器做rsink 或者是連線到他們FTP裡面上傳資料 那我可能可以多上傳幾個share到其他網站裡面 到其他service裡面 那我就又可以多控制幾台 那我只說那後台位置太好拆了 像很多人他習慣可能就是在根本底下加個admin 或者是把admin當作他的subdomain 那想說應該不會有人來猜吧 那他剛好又使用了一些弱密 那很容易就被人家揣進去了 那實在是說有些開發者看到這種情況 想說那我取個怪名字 你總猜不到了吧 但他沒想到就是說 很有可能因為各種原因 你的網址 比如說人為疏失啊 或者是你自己把它 你沒有限制Google不要去爬 那導致說你的後台網址被Google cache起來了 那透過Google hacking的方式 你就可以找到這個後台 那就有可能去進一步執行 前面講到直接攻擊 那也有一些廠商他覺得說 這個做滲透測試或資產檢測 好像就是跟健檢一樣 你做過一次就可以安心了 那可能最近幾年內你都不會再生病了 但是在我們做滲透測試的經驗裡面 我們發現有很多廠商 其實他早就做過滲透測試 但是在找我們做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的時候 依然會找到非常非常多高風險的落點 那這原因是為什麼 其實他們就是想說 那我只要在當下把那個落點修補就好 那沒有建立完整的call review機制 或者是說完整的教育訓練 導致後面的新進來的開發者 沒有了解到相對應的情況 就繼續寫出有危險的call 或者說甚至原本自己team裡面的人 就沒有去了解說這些落點應該怎麼樣防禦 然後繼續寫出有問題的call 那導致發生這些問題 那或者說我們回報他一些弱密碼 那他想說 這密碼其實只有你們代風控也知道 別人就不知道 然後打死不改 那剛好又因為他們又有人開發出一些新的問題 那被打進去 然後又因為弱密碼 導致整個情況提升到非常嚴重的層級 那這都非常常見 那甚至有些廠商 他其實根本連修都不想修 無論是什麼弱點 他其實都沒有在修 他就是想說 我依賴設備就好 像是WAF等等 那其實像剛才我們也有提到 WAF其實是有辦法繞過的 甚至WAF本身有可能因為一些突發的弱點 而變成你整個企業的質量危機 例如說前面提到的OpenSSL 或者是Shieldshock的問題 所以其實這些依賴設備這種行為 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那再來就是 整個企業在發生這麼多事情之後 他們常常遇到的問題就是說 他們缺乏事後的追蹤機制 他們沒有一些適當的監控系統 比如說IDS、IPS、甚至是SIM 那或者是他們沒有監控流量機制 所以他們根本不知道他們被打了 那也不知道他們被打得多嚴重 那如果你們做得更好 甚至可能說你可以去監測檔案的異動 比如說在一個原本應該放圖片的摸摸 你如果發現到一個.php檔 那是不是很奇怪 那如果你有即時的這種監控檔案移動的功能 那其實你就很容易發現你可能被攻擊 那另外一問題就是LOG的部分 很多企業他們保存LOG的期限太短 通常只有一個月或兩個月 其實我們建議至少都保存半年以上 因為這些LOG 通常企業發現自己被攻擊 都是好幾個月之後的事情 所以你如果保存時間太短 那你又沒有益力備份 很有可能還可以打進去 那全部殺掉 那你根本沒得看 那或者是說即使你有得看 你也因為期限太短 早就過期了 早就被洗掉 所以這是企業應該非常需要注重的部分 即使你修復的不夠即時 那只要你事後追蹤的機制做得夠好 你還是能夠將風險 那將損害控制在一定程度以內 那再來就是一些結論 那很多華人有一句說人性本善 那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這些input應該不會被竄改吧 這些server應該不會被改吧 但其實任何的input都是不可信賴的 那任何client side的防禦也是不可信賴 因為只要用一些工具就可以繞過 那任何的系統也都有機會被攻擊 無論是一個網站的前台後台或者是app甚至是設備 像這一兩年當航的IoT設備其實也是這一波新的攻擊目標 像國外就有很多研究目標是研究說 比如說攻擊馬桶、攻擊冰箱等等 那在未來其實是非常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那甚至像剛剛提到的資安設備 也可能是駭客攻擊的目標 所以企業應該要學習如何在一個有駭客的世界來生存 他們資安觀念需要常常的更新 那也不能忽視每一個漏洞影響力 像剛剛提到的組合式攻擊之後 這些漏洞的影響 將遠遠大於他們原本各自的影響 那也並不是說你做一次生存測試或各種檢測 白箱檢測、黑箱檢測 你就可以萬無一時了 你還是要定期的對自家的產品 像是網站、app、設備等等 進行一些資安檢測 那而且要定期的做一些資安的教育訓練 那來幫助你的新進人員或者是舊的人員 去瞭解到說你們目前常面對到的問題是什麼 那防疫機制是什麼 那最後就是其實 最根本的結構還是說與駭客共生 像Google和Yahoo像剛剛前面提到 他們都有非常多的獎勵制度 那獎勵非常豐富的情況下 就有很多人很踴躍的去提報這些問題 那因為這些白箱駭客不但可以得到一些很好的民生 那同時他也可以得到優惡的報酬 甚至他就可以直接以這個為生 因為在台灣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 很多很厲害的資安人員 其實他從事的並不是資安產業 這是一個非常可惜也非常諷刺的現象 那現在剛好台灣有Econ這個組織在推廣 Wall Report這個平台 那經由這個動作平台 就可以讓這整個揭露的狀況 有一個正向的循環 才不會讓揭露的狀況 像以前你要說有些企業 一接到這種揭露通知 就以為是勒索電話 那其實大家應該要學著 把白毛駭客當成自己人 因為會危害你的那些黑色產業 而不是這些善意的白毛駭客 那我今天的套客大家就到這邊 我們等一下有下午茶 如果各位有問題 都可以回後問講師 或是我們最後在五點有個座談會 大家可以把問題記下來 我們現場就不問問題 抱歉因為時間很有限 所以我們必須抓得很精準